立法院11月修法提高酒驾行则 这个礼拜五开始升上 警方也在夜间展开扩大领检 包括了基隆 台南跟屏东 各有人因为酒驾被移送 高雄市警方也在今天凌晨 拦下一位开车逃逸 企图躲避酒侧的大学生 警方提醒驾驶人 酒后千万不要开车 凌晨三点多的高雄市区 警车拼命鸣笛 狂追前方的小轿车 没想到驾驶人加速逃逸 时速一度高达一百二十公里 就这样追了十多分钟 才被警察拦下来 开车的是一位二十三岁的中性大学生 因为喝酒开车 知道酒侧心法上路 看到警察才这么心虚 我们跟他做酒侧 其实是只有零点二三 还没有到达要举发交通违规的程度 目前我们是以连续闯红灯 然后高速的逃逸 还有逆向行驶造成交通违规 我们以公共危险罪跟他做移送 为了交通安全 立法院十一月修法提高酒驾行则 以前酒测值超过零点五五的现刑犯 如果没有肇事 可以在寝室检察官之后先返家 不过现在只要抓到 一律随案移送 驾驶人必须拘留在警察局 天亮后再移送地检署 而且刑度也提高 酒驾肇事致死七年以下徒刑 使人重伤五年以下 就算没有车祸只要超过酒测值 也将面临两年以下徒刑 刑法周五正式上路 晚上警方扩大领检 包括基隆市 新北市和台南屏东 都有驾驶人被移送 记者仲藩孟昭全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